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龙文深的女孩》,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38万字,我会用25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来讲解书中的精髓。 如何防范女孩在原生家庭里不被侵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 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啊,最需要的呢,就是爱与陪伴。 对成年人来说呢,人性使然责任担当,对自己孩子的健康成长,负有完全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可是也总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或者有心理问题的父母,不仅把自己的婚姻过成了一团糟,还给自己的下一代带来了无尽的伤害, 给这些孩子的人生抹上了难以消除的重重阴影。 周立波曾经在一次节目当中,逼着一个女孩去认亲,所谓的亲人呢,就是二十多年前遗弃孩子的亲生父母。 这个被养父母养大的女孩,默默无语,泪流满面,明确表示不愿意认亲。 周立波为了劝解女孩接受和原谅自己的父母,说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伤痛别人都过得去,为何你过不去? 当听到这句话,我只能说,那是因为这种伤痛没有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你永远无法理解当年的伤痛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有多深,有多痛。 被亲生父母遗弃,仅仅只是一个女孩,在出生以后,可能受到的各种伤害当中的一个缩影和片段。 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女孩被侵害的事件在发生。 有的我们没有发现,有的已经发现,但却没有办法去阻止,依然在继续发生。 罗文申的女孩呢,就是这样一部关于女孩被侵犯伤害的小说。 小说通过寻找一个失踪了36年的少女海力开始, 仇死剥茧,不仅把一个财阀家族的黑暗历史全部揭露, 还浮现出另一期,一位女调查员莎兰德的被侵害案件。 不禁让人扼腕深思,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女孩遭受到陌生人,甚至亲人的侵犯和伤害? 女孩又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女性权益? 小说揭露的问题之深刻,令每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扼腕叹息。 82岁的瑞典产业巨子范耶尔,在生日当天, 赵丽收到了一幅匿名寄来的表矿鸭花。 看着满墙挂得整整齐齐的40多幅鸭花, 范耶尔突然难以自制地失声痛哭起来。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能让一位花家老人如此伤身? 一个小记者承担了解开这背后隐情的任务, 由此,一个财阀家族的黑暗历史和一个女性权益被侵犯的故事就此拉开。 这是一本让欧洲人上瘾的完美小说, 三年内全欧狂销八百万本, 全球已经售出34个国家的版权, 在瑞典,平均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拥有这本书。 其实故事的悬疑情节设计和小说本身的写作技巧并不十分炫慕, 能让读者深陷其中的是这本书中对于社会问题的批判和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文关怀, 丝丝缕缕,触动人心。 作者名叫斯蒂格拉森, 是热点推理小说家, 也是一名新闻记者。 他有着一颗敏感的心和一支锋利的笔, 敢于揭发瑞典籍右派组织的步伐行为。 2001年, 他开始撰写千禧系列小说, 2004年完成了三部曲。 但不幸的是, 斯蒂格拉森于2004年年底, 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 还没来得及看到首部曲《龙闻生的女孩》在2005年的出版, 以及该系列小说销售时轰动全欧的盛况。 不得不说, 这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千禧系列小说中的男主啊, 也是一名记者, 积极捍卫社会正义, 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 几乎就是拉森本人的化身。 所以我们说, 斯蒂格拉森虽然死去了, 但书中, 她的影子和精神一直都在。 好了, 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呢, 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16岁少女海莉的失踪, 引发了一个财法家族的黑暗历史。 第二个重点是, 失踪案的女调查员沙兰德说, 自己的问题要靠自己解决。 第三个重点是, 如何保护女性权益不受侵犯? 好,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16岁少女海莉的失踪, 引发一个财法家族的黑暗历史。 记者布隆维斯特, 在事业陷入低谷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范耶尔家族, 老掌门人范耶尔的邀请, 请求他帮助查找, 家族在36年前, 失踪了一个少女海莉。 当时范耶尔16岁的侄女海莉在岛上突然失踪, 她发动所有人力和物力, 对小岛进行了地毯式的寻找。 既没有发现海莉的尸体, 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 海莉就仿佛突然蒸发了一样。 几十年来, 范耶尔从未放弃寻找, 不仅影响到了家族的生意, 由此还引起了家族中其他成员的愤恨。 在海莉没有失踪前, 每年范耶尔生日时, 海莉都会送一幅自己亲手制作的表矿鸭花, 给范耶尔作为生日礼物。 可在海莉失踪后, 范耶尔仍然会接到一份 从外地寄来的鸭花生日礼物, 每年一份, 从未间断。 这份礼物就像幽灵一样折磨着范耶尔。 他不能容忍这名凶手如此肆无忌惮地炫耀, 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到底在海莉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布隆维斯特是一个心思细腻, 敏感锐利的记者。 范耶尔之所以放弃警方势力来帮忙, 也是看中了布隆维斯特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两人利用一年的时间, 不停地回忆四十年前发生了一切, 来寻找海莉失踪案的蛛丝马迹。 布隆维斯特为了寻找线索, 和范耶尔家族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深切的交往和沟通。 他发现, 这个家族在耀眼的光环下, 还有着让旁人无法理解的怪异的东西。 比如海莉的堂姐妹西西利亚这样告诉他, 在这个家族, 第二代孩子们都生活得很痛苦。 在西西利亚的眼睛里, 海莉之所以会出世, 是因为她的父母。 海莉的父母亲哥弗里和伊莎贝拉, 他们的婚姻根本就是在胡闹, 不是狂欢作乐就是争吵。 海莉和哥哥马丁备受折磨, 以至于多年以来, 马丁都非常安静内向, 甚至到孤僻的地步。 西西利亚说, 其实我们都一样, 我和我父亲哈洛德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的童年也不好过。 她是个十足的疯子, 我妹妹阿尼塔有同样的问题, 堂兄亚历山大也是, 范伊尔家族的年轻人生活得都不好, 性格都很怪异。 原来, 家庭暴力, 充斥着这个表面看起来光彩耀人的家族。 这个家族的孩子们从父辈那里得到的, 不是关怀和呵护, 而是各种暴力和侵犯。 西西利亚的遭遇, 似乎代表了失踪者海莉的成长生涯。 西西利亚从小忍受着父亲的家庭暴力, 结婚后又继续跌入地狱, 接受着丈夫的家庭暴力。 无休止的打骂, 恐吓击打, 这些都已经习以为常。 但西西利亚的忍让, 换来的是丈夫更加肆无忌惮的失控。 有一次, 竟然把剪刀投掷过来, 插在她的肩胛骨上。 终于, 在叔叔范伊尔的帮助下, 西西利亚离婚了。 离婚后的她, 跟着父亲和哥哥去狩猎, 在树林里, 在那个阳光普照的秋日里。 父亲不仅没有安慰自己的女儿, 反而破口大骂, 用各种恶毒的语言 来辱骂和羞辱自己的女儿, 批评她的道德观和性生活, 还大吼说, 你这种贱货, 难怪留不住男人。 而哥哥, 却在一旁哈哈大笑。 在那一刹那, 西西利亚浑身冰凉, 她看着父亲和哥哥, 又看看手里的猎枪, 真想把她俩都杀了。 但她没有这么做, 把枪放到脚边, 转身上车, 丢下他们, 独自开车回家。 从那天起, 西西利亚不再让父亲进自己家门, 也从未去过她家。 这一幕, 即使是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西西利亚说起来, 仍然泪流满面。 面对布隆维斯特这个外人, 她急迫地倾诉着, 让布隆维斯特感到无比的震惊。 能当面咒骂自己的女儿是一个贱祸, 一个肮脏的女人, 不知道她的内心得有多肮脏, 才能把这些话说得出口。 西西利亚和自己的堂兄姐妹们, 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病态的家族里。 究其原因, 范伊尔的一句话似乎能够解释, 我的几个哥哥都不正常, 都是疯子。 他们在追求信仰上成为了疯子, 在面对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们时, 同样也是一个疯子。 真相永远都是残酷的, 原来海力失踪案的始作俑者, 就是海力的父亲哥弗里和哥哥马丁。 哥弗里和马丁比西西利亚的父亲和哥哥更为疯狂, 他俩杀害了多名年轻的女性, 并且还丧心病狂地性侵了年幼的海力。 而杀戮和侵犯海力的目的只有一个, 当看到被害人苦苦哀求时, 他们可以感受到唯我独尊的快感。 可怜的海力没有人可以倾诉, 母亲是一个情绪极其暴躁, 并且极度自私的人。 孩子对他而言可有可无, 甚至很多时候都感觉女儿是个负担和累赘。 在他又一次遭受到父亲的性侵犯时, 海力终于失控, 把尸足落入水中的父亲, 使劲按压在水里。 就这样, 海力杀死了父亲, 而这一切被哥哥马丁看到了, 这又成为马丁控制海力的把柄。 海力处于绝望之中, 最终他想到了逃跑。 在表妹的帮助下, 他逃离了这个可怕而黑暗的家族, 从此隐姓埋名, 在异国定居了下来。 逃离是当年这个十几岁的女孩 唯一可以想到的办法。 整个家族只有范印尔叔叔一个人 让他牵挂, 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他只能每年在异国他乡 给叔叔寄回来一份生日礼物。 女孩被侵犯本就是一个不堪的话题, 当侵犯自己的凶手是父亲和哥哥, 那么这个可怜的女孩又该何去何从? 除了逃离, 海力别无他法, 他无法面对亲人对自己的伤害, 无法面对亲人是杀人凶手, 并且海力意识到, 如果不逃离, 自己将终生无法摆脱哥哥的魔掌。 所以这个勇敢而无奈的女孩 只有选择逃离。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宁肯一个人独自生活在异乡, 这是不是说明陌生人都比亲人 让人有安全感呢? 这个观点让人感到如此悲凉。 留在家族里的西西丽娅 冲着父亲哭号, 你毁了我一辈子,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你就毁了我一辈子。 这哭声久久不散。 不负责任的父母亲都做了什么, 才能让女儿泄斯底里地 喊出这样一句话? 家族中隐藏的罪恶 让人不寒而栗。 当自己的罪恶被揭开时, 马丁在仓皇出逃中死于车祸。 马丁死了, 可是他留给海莉的伤害 却从未消失过。 几十年后, 当海莉被人认出来的那一刻, 她的眼睛里竟仍然怀有深深的恐惧。 受到原生家庭伤害的女孩们, 这种伤痛的痕迹不是时间可以抚平的, 因为伤痛不仅在他们身上, 更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16岁少女海莉的失踪, 引发了一个财阀家族的黑暗历史。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 失踪案的女调查员莎兰德说, 自己的问题要靠自己解决。 莎兰德就是本书中有着龙文森的女孩, 是失踪案的一名调查员, 同时也是一个被社会福利机构判定为法定失能的人。 所谓法定失能人, 就是因罹患精神病或严重酗酒吸毒的人, 被判定认为没有正常的能力来管理自己生活的人。 这些人都会被指定一名监护人来管理他们, 代替他们行使所有法定权利。 也就是说, 但被判定了法定失能的人, 就意味着当事人被剥夺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 包括财务自由和人权自由。 而莎兰德已经接受监护人管理, 长达十二年。 莎兰德自从小有记忆以来, 就被视为顽劣和具有暴力倾向的问题孩子, 原因是他档案中有殴打同学的记录, 但是没有人关注到, 他之所以殴打那个男生, 是因为对方总是欺负他, 打他而光。 从来没有人替他说过一句话, 人只看到莎兰德的还击, 而这些本来的正当防卫却被记录在案, 成为他不堪的佐证。 长大后的莎兰德就职于一家安保公司, 成为一名调查员。 他面色苍白, 头发超短, 鼻子和眉毛上穿了洞, 右边肩胛骨上, 蚊着一条巨龙, 天生红发却染得乌黑。 已经24岁的他, 看起来却像一个14岁的孩子。 他的法定监护人, 刚刚更换为一个叫毕尔曼的律师。 按照法律规定, 这个监护人负责替他当家做主, 包括他的财务, 生活所需和各种隐私。 但是, 就在毕尔曼律师的办公室里, 他强奸了莎兰德, 并威胁他。 如果你不听话, 我可以让你在精神病院关一辈子, 你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想想看, 谁会相信你。 莎兰德没有报警, 在他的记忆里, 他所认识的女孩当中, 没有一个不曾被强迫进行某种性行为。 这些性侵扰, 大多来自稍微年长的男友, 有时也有陌生人, 他们会用暴力得逞, 即使报警, 结局只有女孩的哭泣, 从未引起警方的注意和关注。 莎兰德心里明白, 自己的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 因为在这个社会里, 女孩只是合法的猎物, 尤其像他这样, 毫无社会地位的女孩。 在莎兰德遭受到比尔曼第二次性侵时, 莎兰德知道自己读不过, 他设法录下了这一切, 拿到了对方施报的直接证据。 可是这份证据的代价实在是太惨痛, 莎兰德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星期, 他下腹疼痛, 肛门出血。 比这更让人难受的是, 莎兰德内心的痛苦, 自己遭受到的侵犯, 无法和任何人倾诉, 只能独自默默地承受。 他冲了澡, 洗去身上的血子, 吞下安眠药, 倒在床上。 第三次, 毕尔曼又一次邀约莎兰德去他家里时, 莎兰德用电棒袭击了他, 把用来靠自己的手铐, 靠起了他, 播放着自己被强暴的录像。 莎兰德举起武器, 狠狠地报复了毕尔曼。 就这样, 莎兰德重新取得了自己的账户掌控权和自己的隐私权。 很多时候, 惩罚比讲道理更有效。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第二个重点, 下面来为你说说最后一个重点, 如何保护女性权益不受侵犯。 在本书里, 作者列出了以下几个数据。 瑞典有18%的女性, 曾经遭受男性威胁。 瑞典有46%的女性, 曾遭男人暴力对待。 瑞典有13%的女性, 曾遭性伴侣之外的人严重性侵害。 瑞典有92%曾遭受性侵犯的女性, 并未在暴力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报警。 这只不过是发生在瑞典这个国家里, 女性权益遭受侵犯的一个侧血。 在全球各个国家, 这样的事情都时有发生。 有些被我们发现及时制止, 而有些仍旧在黑暗中默默地存在着, 继续着。 女性本身大多柔弱, 面对男性的蛮力和武力时, 毫无还手之力。 就像故事中的沙兰德, 当袭击发生时, 她根本无法自救。 而海莉, 只是一个十几岁的未成年少女, 更没有自护和自卫能力。 女性遭受到了暴力侵犯后, 大多都会选择沉默。 如果报警, 犯罪的男性不过是被拘押一阵, 仍旧会放出来, 而女性的名声, 则就会因为人们的轻视而被再次伤害。 这些观念的顾及, 就像那些暴力侵害一样, 也在伤害着女性。 海莉, 西西利亚, 沙兰德, 这几个被侵犯的女孩子们, 都选择了沉默。 他们除了不是非常相信警方以外, 就是担心自己和家族的名声, 受到损害和影响。 但是沉默的结果, 就是继续遭受侵害。 所以故事中的海莉和沙兰德, 只好选择逃离和以暴制暴。 显然, 这两种方式都不是最佳的方式。 如何保护女性的权益不被侵害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教育女孩要有自我保护的警惕性。 从女孩开始懂事时, 就告诉她们, 当身边的异性有一丝侵犯的举动时, 都要引起足够的警觉, 及早远离危险。 再者, 在很多的社交活动中结伴同行, 比独自一人, 要有更多的安全感。 女性在参加活动时, 最好呼叫同伴一同前行, 同时还要留意活动地点, 最好是公共场合, 如咖啡馆和办公室。 在人多的时候, 那些恶狼们, 是会刻意留意自己举动的, 这样, 就会少一些自己被侵害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 一旦遭受了侵害, 要在第一时间告知家人, 陪同报警, 才能彻底终止被再次侵犯的持续伤害。 因为受害者的沉默, 只会增加罪犯的邪恶胆量。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 我们讲到了一个16岁少女的失踪案, 引发出了一个财阀家族的黑暗历史。 一个家族的高贵, 不在于财富积累的多少, 而在于给社会, 给子女, 留下了哪些可以继承和延续下来的, 有意义的东西。 有的家族留下了轻欲和努力, 给社会以及后辈以激励, 促使这个社会更加良性健康地向前运转。 有的留下了龌龊和罪恶, 给社会留下了邪恶的记忆, 给后辈留下了不可抹灭的恐惧和阴影。 故事中的范伊尔家族, 在财力方面却是非常雄厚, 但是在普通层面, 比如倾听天伦, 比如互相信任, 却有着很多的缺失。 其次, 我们讲到了, 龙温生的女孩沙兰德说, 自己的问题靠自己解决。 故事中范伊尔的一段话, 或许是沙兰德这种行为最好的解释了。 我们绝对不打必败无疑的仗, 也绝不能让任何侮辱你的人逍遥自在。 等待时机, 等你有力量的时候, 加以反击。 沙兰德, 一位毫无依靠的姑娘, 在面对一个强大的罪犯时, 依靠自己的勇敢, 进行了反击和报复, 惩治了罪犯。 有些时候, 惩罚真的比讲道理有用得多。 最后, 我们讲到了如何保护女性权益, 不受侵犯。 女性是这个地球上最需要呵护的物种, 她们天性柔弱, 心底善良, 对待一切都充满了善意和温和。 正因为这样, 才有恶魔伸出魔爪, 来肆意妄为地蹂躏她们。 也正因为这样, 女性才更要有自我保护的警惕性, 要有一定的自护意识和行为, 才能够尽可能地避免掉来自恶魔的伤害。 女性权益不仅仅是停留在呼吁上, 更应该体现在每个人的言行中, 尊重他们的言行和感受, 尊重他们的财务和人生权利, 尊重他们的兴趣和发展, 这才是一个文明国度和一个文明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